等于咱俩的中学是在一个点上的 够巧 够巧 来 走 走 来 来 您走 您走 那这么说您是我大学长啊 没有 没有 那你是 我咱们是荣科 好好好 我律所了 到晚了 拜拜 拜拜 你好 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您说 这样我有个朋友 借我钱不还 这该怎么办啊 这 您有转账记录或者借条什么的吗 没有借条有转账记录 行 那这样 如果您需要的话 准备这个转账记录 然后来我们律所找我 行 谢谢 谢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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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哥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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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立着就来了 你是不是穿身是怕皱嘛 我先进去了 晋晋 昨天晚上我可梦见你了 是吗 那你梦见我男朋友了吗 梦见他就成噩梦了 你看昨天那发布会了吗 哪个 大江啊 人办特好 是吗 你去了 我要能去就好了 当时客户也挺着急的 我也没找着您 我一看也挺简单的 我就给处理了 你是哪天干的这事啊 那 前天 那昨天一整天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昨 昨天在茶水间咱们碰见了 我刚要跟您说 后来您直接就几句话 给我盖过去了 然后就没来得及 你本来想跟我说 后来我几句话给你盖过去了 对对对 您就没 这 这事赖我 不 不 不不是赖您 后来那个张宏梅不就来了吗 然后就打起来了 然后就一乱就给盲望了 那我是没带手机是吗 不是 那个我没您手机号 我也找好几个人问才问着了 我给您打电话您没接 然后发短信您也没回 不信您看我手机上都有记录 完了我都找人要您E-mail 给您发电子邮件您也没看 说了半天 都是我的错跟你没关系 不 不 不 您您别生气 不 我 我的意思是我没错 您肯定也没错 那到底谁错了 谁 谁 就 我 我错了 行吧 我 我以后不是这样 以后什么时候都跟您说 我下次注意 那你为什么没说呢 我 我是想说呀 我每次一跟您提 您您就不让我说呀 我不 我为什么不让你说 因为 因为我衣服穿得不对啊 你 你今天穿对了吗 你都上班三天了 你哪天穿对了呀 我 杜律 我今儿真 真穿对了 真穿对 在外边呢 我 我 我拿去 您别着急啊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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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请你 没关系 不要 不能够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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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什么 什么 四妈 我 走五妈 你 以后 你 别乱 走五个 你 别乱 走五个 这是哪个 你 没脑子 给我 穿五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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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义男 你们英国人老说那个 动动是什么来着呢 我是中国人 对不起啊 这句话用中国话怎么说呀 不要让世界左右你的情绪 也不要让情绪左右你的理想 谢谢啊 潘妍 杜律刚才跟你说什么了 潘妍 来一下 发作群了 一 一南 你别误会啊 我们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是 你们针对的 是舒赛赛 你也发作曲了 我跟你说你就是命好 大江电话 人潘岩接的 找你没找着 潘潘给你发消息 又给你打电话的 小艾姐 杜律师的客户找不着她 然后呢你就替她处理了 处理完之后呢 你又没跟她说 等客户跟她提的时候呢 她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杜律师会不会尴尬呀 我知道 你给她发过讯息 也发过邮件 她事多 自己没看到 所以 你就认为那是她的问题 对吧 那你又没有问题啊 你是不是应该当面的 提醒她一下 我那天 杜律师是咱们所的 高级合伙人 你是咱们律所的 公共助理 对于公共助理的 考核 管理 去留 那杜律师是有 建议权和决定权的 接电话是个小事 你处理完了 也没有造成 什么很大的影响 那要是万一你处理不好 小事变成大事 你负得了责吗 是潘岩求你来替她说好话的吧 不是 潘岩没有让我帮她求情 是我那天没有接到她的电话 所以 杜律师 小艾姐给我打电话 说陆双健要在泰国买房子 要把合同发给咱们 让咱们看看 那赶紧去给她看看 可是咱们 可是咱们只代理了她一个案子 又不是她的私人法律顾问是吧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先服务 可是泰国买房子 还涉及到泰国法律 他们那边还要得着急 我能帮忙 我有朋友在那边买过房子 你们俩一起 现在 马上 杜律 那潘岩的事情 这件事跟你有关系没有啊 她确实联系过 我说要找您 是她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没有接到 好 我知道了 是前天吧 潘岩也给我发信息了 我把您电话和邮箱 都发过去了 是真的 喂 喂 关秀 杜律师啊 这件事是我搞错了 不赖潘岩 所有人的事 都扔了 有状态 就是 疯狂 您 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团团为什么成建制叛逃 有没有你的原因 不是你这一脾气一上来 你就乱骂 咱们老师骂咱们那会儿 比我现在凶多了吧 现在的年轻人 跟咱们那个时候一样吗 那完全不一样啊 你不听话 人家就不给你干了呀 不是 谁不听谁的话 你啊 你不听人小朋友的话呀 咱那个时候 咱不听话 咱就别干了 现在是咱不听话 人家小朋友就不给你干了 懂吗 不是 咱们年轻那会儿得听前辈的 好不容易熬成前辈了 现在又得听晚辈的 不服啊 不服自己干 没人给你干 我 我不都说了 我不来攀岩了吗 不是不开除他了吗 你以后再来别人之前 你能不能稍微地管理一下 自己的情绪 为什么会有个股权转让协议啊 买房 土地转让 这都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会涉及到股权 因为这个属于是在公司名下的 那如果公司出现问题 比如说债务债权纠纷呢 出现债务债权 好 任何快递 谢谢 出现了 那个 你们俩晚上下班有事吗 没事 我请你们吃顿饭 嗯 时间应该来不及 我们这个案子挺急的 不是 晚上啊 这不刚中午 嗯 下次吧 要不你订个外卖吧 行 行 那还要吃上回那包仔饭吧 行 加个美式 好 你吃什么呀 嗯 光卡猫雷和X彭尼迪克 行 你能把你说的这个话下来吗 这什么呀这是 牛果沙拉和班尼迪克蛋 那个不是 那你 你那什么班 班克什么 这个 班尼迪克蛋 这个在中国买得着吗 我在外卖上经常见 行 这个不用灌在饼里吃吧 你这什么什么 班 班 班尼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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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是个 是个英文词 好 我马上来 班尼迪克 行 有个急事 不是 你 没事 你去忙 好 上次交给我 吃完再走呗 你 他不吃了吧 那你爱吃吗 不吃就算了 好吧 你肚子 最均嬸 才算了 这都Video 下诈三圈 吃完了 清水 你们俩 以后 您看 四圈 最均匀 不是 姿 你们怎么回事啊 我不说话 是不是以为我不在群里啊 我最后说一回 我跟佐纳没有任何亲属关系 这意思就是 跟佐纳家可以结婚呗 你怎么讨厌废话的 去去去 这 有什么高兴的 杜律 朱欣欣跟我们讲的男朋友呢 对 劳逸结合嘛 挺辛苦的 想不想来杯咖啡 是 想喝自己拿啊 谢谢杜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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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律 杜律 早上给你妈打电话也不接 我不踏实就赶紧过去了 那会儿你妈还有意识呢 手腕那儿全都是血 你爸真不是个东西 非逼着你妈在 离婚写写写书上签字 那写写书上全都是血 我昨天在公司看她 就应该一拳打死她 早就跟你妈说过 你爸是个混蛋 干嘛为一混蛋打上自己的命 医生 我妈怎么样 我们抢经得很成功 病人的情况已经稳定了 家属去把肺交一下 好好好 谢谢医生啊 谢谢 行了 别着急了 我去交个肺 你在这儿盯着会儿啊 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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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来看他死没死了吗 他死了你是不是就不用离婚了 你不爱他没关系 你干吗要让他对你抱有希望啊 他听不得真话 你说你干吗要跟他说呀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是你伤害我妈 他现在这样你还嫌他不够惨是吗 怎么说得像我们害你似的 我从小到大就因为有你这么个爹 我同学都笑话我 我就那么一个朋友 蔡晓蕾 他找不着工作 还是我妈让他去你那儿上班 你们就这么工作的呀 你还是人吗 老郑雪家属 我是 他不是 跟我说 病人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 短时间内家属一定要注意 不能让他再受什么刺激了 好 谢谢医生 谢谢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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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少 有点 正常 出入职场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多问问我 谢谢您 那我忙去了 去吧 孙丽啊 谢谢啊 谢谢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您好 容科律所 我 左大姐不在 是 是 是 小艾姐啊 您看这样行不行 您要是翻过吗的话 您把这事跟我说 我记下来 等她回来我告诉她 股权转让 是吧 好 这儿啊 其他附件啊 好嘞 好嘞 得嘞 我明白了 您忘记 我让她尽快回复您了 好嘞 好嘞 再见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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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义楠 昨大姐還回來嗎 我不知道 有客戶剛打電話說找她特著急 那你把客戶電話給我 我看看我能不能幫她處理 別吧 萬一 你把客戶電話給我 出了事我負責 你把客戶電話給我 行 我一會兒發你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师傅 麻烦您一下 您 您帮我开一下门 请问您找哪位 四十二栋 张苏梅 您贵姓 免贵 姓潘 请稍等 好嘞 谢谢啊 客气 验证失败 他家没有人啊 可能我忙跟他说了 要不 要不您帮我开一下门 我在门口等他这边 不好意思 我没有规定 业主不在家 访客不让进 行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 麻烦您 杜律 佐纳姐客户的合同已经看完了 客户那边比较着急 我可以直接发过去吗 佐纳去哪儿了 她没跟我说 可能一会儿就回来了吧 你去准备一下 一会儿咱们去见个客户 如果能拿下的话 这个案子交给你了 我需要准备什么 放心吧 你的案子问题不大 回头我把起诉状写好 你签个字就行 晴晴 跟王女士留个联系方式 好的 奶奶进ICU了 你爸现在血压去干吗 你 你也别太着急啊 注意身体 我先不跟你说了 哦哦 好 行行行 你看这儿怎么裁决 咱呀 我就搞不明白了 当初我们是签了三年的 敬业限制协议 才两年 欠我一年呐 黄王总 法律规定限制期限时 不超过两年 不是 当初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 就是三年啊 那你们这个约定就违反了 劳动合同法 敬业限制期限 不超过两年的规定 黄总 我 大致看了一遍 给您提个建议 行 如果您一定要起诉的话 不要以违反 敬业限制义务为由 那以什么为由啊 我之前听您说过呀 您这个前经理 在公司的时候 接触过公司大量的商业秘密 如果您有证据 证明他离职以后 使用过这些商业秘密 不用经验协议 照样告他侵权 他是百分之一百的侵权 那 他现在公司的客户 都是以前我们公司的客户 但如果他能够证明 在自己离职之后 那些客户主动联系的他 什么叫主动 什么叫被动 你怎么划分中间这条线呢 他还在我公司工作的时候 自己就在那秘密地筹划 他自己那个小公司的 这个行为是不高尚 但是也不能算是违法 李楠啊 你去给主任回个电话 出去接 快 别别别 我不用外白了 不用外白了 我一会儿还有个会 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 胡梅姐 胡梅姐 小哥 你顺利 开一下 这 这就是如梅姐 这就是张如梅 行 稍等 啊 好 不好意思 请你乱一下 对 对不起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潘爷爷是吧 是 你在哪儿工作 律所 那就没错了 好 人家不见你 为什么呀 您好 找哪位 三十六度 稍等我通知一下 依娜 下次再跟客户谈的时候 不要急于发表个人的观点 你要先了解客户 不是让客户来了解你 我是想让他了解法律 更不要和不懂你专业的人谈专业 你读过多少年法律了 你看的那些书 你的客户都看过吗 就像我们现在两个人啊 都坐在一台车里 那所处的位置不同 看到的风景 那也是不同的 那如果客户对法律的理解有错 怎么办 他不懂 我懂 我该怎么让他明白我的专业呢 其实在他那份 劳动仲裁残军书里边 就清清楚楚地写着 第三年的敬业限制条款 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理 敬业限制期限 不得超过两年的规定而无效 您看到了 那为什么没有跟他说呢 他是不认识字是吗 不要妄图去纠正你的客户 要先成为他们的朋友 取得他们的信任 他们信任你 才会把案子交给你 没有案子 你的专业再好也是白搭 更何况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懂专业 一南 吃饭了 我不饿 你们先吃吧 您好 妈妈您开开门吧 我们外来车辆不让入内 不 我送人 客人 你哪栋啊 四十二栋 好 我认识你 你就判严是吧 人业主说了不让你进 不见你 我都转车来了 通了通了 不行 你打什么来也没用 师傅你让他进去吧 他是律师来取证的 不是律师不律师的事 是人业主不让他进 不是我不让他进 这师傅都怎么说了 就是 你要帮他进 他到时候告你了 他是律师 这不好意思我们有规定 麻烦您离开 你先死心眼了 你先让我们进去 这 这不好意思 我们有规定 不能让你进去 麻烦您挪开 我这个死心眼才能赚 我喜欢你 那差不多 就更 Ewok 你行的 我这不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吃点吧 你这孩子呀 打小就这样 只要认准的事 有一门心思要干 既然是易律师给我第一个活 人家挺信任的 不想让她失望 是 应该这样 受人之托 众人之事 要不然咱说明天 咱们去买房 咱去看房 那才不会不让咱进了吧 对 这周边肯定有那个中介 咱问问中介 让中介带咱进去 不过吧 咱平时中介也不合适 你说是吧 打扰人家跟咱逛一天 咱这儿再说不买了 不能这么做 你不是这张如梅 她怎么就不出来了呢 她 是 你怎么了 你也想想办法 想 事实上无难事 只怕有新人 会 没事 吃吧 总帮人 你咋帮人上了 你干啥呀 你我 我赶活呀 刘国师 你干什么活 赶活 你发生一会儿我就不认识你了 明天一早 我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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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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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啊 你干啥啊 你又假装小孩的捧人进来 全都出来 我一会儿让一个都打电话 投诉你了 你慢 我累了 我心急了 你是入口水 你是真有招啊 你这太不安心了 万一 东东 谢谢你啊 不用你了 我来 我来 哥 你就让我进去吧 我真没招了 不是 你再待多久也没用 我真不能让你进去 我要让你进去了 我的饭碗就砸了 你说这现在早晚饭吃多难呢 咱们互相理解一下行不行 我理解 我这一切就别在这儿待着了 我还得一直盯着你 我在一步留神没盯住 你再留进去 不是 咱将心比心啊 我理解你 你也理解理解我呀 兄弟啊 我跟你说是为你好 人家不想见你 他不出来就行了 你在这儿待途上去 今天耗着不瞎耽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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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耽 我知道我也不想在这耗着 那没办法 这是我的职业 那我这么跟你说吧 只要我在这儿 你就进不去 因为这是我的职业 这个必须孙总亲自签名吗 印章不行吗 不想 这个离婚的这个协议 必须得是孙总本人签字还是指印 能按手印 孙总今天不在 等她签完字 按完瞅印 我给你们记过去 没事 您签完了跟我说一声 我过来取一件 那个 张如梅 还是油盐不尽吗 张女士那边的意见 还是想跟孙总坐下来面对面聊 不可能 这俩死了这小心马 行 我说 孙总委托给你们 就是不想再见到张如梅了 连她的声都不能听见 是吧 所以你们赶紧起诉赶紧判 行 最快 需要多少时间 您要是着急的话 可能得需要您配合一下 可以啊 没问题 怎么配合都行 就是办一张张如梅小区的门禁卡 孙总 要门禁卡干嘛 孙总 需要您签个信 好 我们要门禁卡取证 取证 行 没问题 那个还需要什么 别的就先不要了 行了 换了你们以后感觉快多了 之前我们那个律师贼磨叽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连取证都让我们自己取 那我们还请律师干嘛 是 您就放心吧 交给荣科 相信我们 不错 谢谢 你 如梅姐 孙姐眼人呢 孙总没来 我先跟您聊了 如梅姐 孙总委托我们律所 负责您和她的离婚事项 所以派我过来 先跟您聊两句 是这样 您和孙总啊 已经分居超过两年了 这种情况呢 就算法院判 大概率也会判离 咱何必浪费这时间呢 您看您方便不方便 抽出个时间 咱们约一下 我们易律师呢 想跟您坐下来 好好地谈一谈 也了解一下您这边的诉求 抱住孙天义 我不跟律师谈 你再这么嚷嚷 你就报警了 是是是 我消失我消失 如梅姐 我不嚷嚷啊 那您把门开开行不行啊 如梅姐 如梅姐 如梅 如梅姐 那个我跟您说个事啊 您还记得上回去我们律所 您不是把我那西服撕坏了吗 那西服不是我的 是我借同事的 挺贵的限量款 人家现在让我赔 我赔不上 所以呢 我得找您 让您帮我赔这西服 法律有规定 故意毁坏公司财物 造成损失五千元以上的 可以烈焰追溯 情节特别严重的呢 可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您还是先把这钱赔给我吧 好吧 不然你说这事 闹得警察那儿也不好看啊 如梅姐 这儿呢 这儿呢 这儿没钱 您嫂还是我嫂 我加您一微信 我嫂您 我嫂您 多少钱 五千 我其实不着急 我就想跟您再聊聊这事 是吧 我就 别动 我就聊三分钟行不行啊 哎 我觉得 那个未来的法律服啊 不应该是以业务为中心 应该是以客户为中心才对 这个不矛盾吧 你要是没有业务能力的话 那怎么服务客户呢 不 这个应该是矛盾的 你想啊 如果说咱们以业务为中心的话 那我们的团队会不会 为了完成这个业务 去忽略和客户的关系 然后伤害和客户的感受啊 不是 什么业务中心 客户中心呢 我跟你们讲 做律师 归根结底差距就在人脉上 找律师 选法律顾问 那肯定都是找自己认识的 自己熟的 如果连你的律师都背叛你 出卖你的 分分钟你公司就垮了 那你说的是非诉律师啊 我觉得诉讼律师呢 最重要的还是品牌 你想啊 如果你做成了几个 特别有影响力的案子 那以后同类的案子 不都来找你吗 你甭管是什么 诉讼律师或是非诉律师 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资源 咱们大师姐不就说吗 律师这个职业最厉害的 就是可以把所有的资源 给整合起来 这不比单纯做法律服务 要更有意思 那是我们改变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我们 咱们就只能拭目以待了 Anyway my point is 传统的法律服务必将被讨论 说得对 to the future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